是比较小啊 就是因为我要迁就你穿脱 它没有拉链啊 穿脱是拉伸 所以说 臀部的尺寸穿脱是比较大的 可是我们是放104 就是说 超过的104还是可以穿得到 就是说 你穿脱的时候 可能说微微卡臀部 因为基本上 它是没有拉链 没有扭扣 它就是rubber elastic 所以我们要迁就你穿脱的时候 可是整体穿上去 它下摆是属于一个 这样子大flare的材尖 OK 所以 可是你看我们提供的尺寸 是比较小 是因为我们要迁就你穿脱的时候 OK 三个色啊 OK 啊 唯一一个浅色就是这个 champagne 啊 这个champagne color OK 浅的色是champagne 深的话有这个打咖啡啊 这个是打咖啡 然后我身上的是caramel 然后加待会助理会穿黑色 所以我讲它三个色 这三 这两个色 加待会助理穿的黑色 都是显瘦的颜色 这个想要显白的话 OK 可以考虑带走这个champagne color 进去看它的小细节先啊 啊 啊 对amanda上衣是LTE68 现在我身上穿的配搭的是LTE68 我身上穿的是batch 啊 这个是cream 这个是白啊 刚才助理穿的是黑 OK 三个色 来这件裙子的款式先 整件裙头啊 是rubber elastic的啊 前后都是这样子比较flat的 那样比较整齐的那个rubber elastic 左右两侧有口袋 下白裙脚这边 它是有微微这样子trip木耳鞭子啊 它车对一层这样子木耳鞭子 整体穿起来它属于一个大AA小 算是大小flare的了啊 因为它这样子是整体穿起来 它是整大腹那么一大腹 主播身上这个是叫糖色啊 对啦 Caramette Brow OK 主播身上那个打颗啦 MSC45 Caramette Brow OK 它是其中一个显瘦的颜色啦 比较复古的颜色 选择主播身上这个啊 有口袋 左右两侧口袋是方式的 最最最深色 就是助理身上的黑色 Caramette Brow 你会看到A1会贴吗 其实说 你贴可是我拉伸 是有这么多的空间啊 因为这个是没有拉链啊 穿脱真的很拉上拉下的啊 所以说 说到我身上啊 腰拉伸 是有这么多的空间 所以说整体这个半裙 平时SML肯定是没有问题 OK 肯定是没有问题啊 只是说 for 啊 臀部比较不满的 人与穿脱 超过云式的 你穿脱的时候 可能它就会卡臀部 啊 根治臀部 我们提供的臀部 尺寸多个3-4CM CQ 只是你穿脱的时候 它会比较卡 就然后这半裙 非常斯文了 来身高10 穿起来 大概是一个7-8分的长度 整体是这个长度 是非常大气 怎么大 可以选择大 我们他已经介绍了 这一个啊 镂空的啊 这个 所以说 这个的ILET 面料的上衣 OK 上衣 只是GFOR SM的顾客 上尾表超过94 这个呢 啊 就是说 药应该是 倒可以到82 可以我拉 是有这么多的空间 臀部接近104 是因为 方便你穿脱 所以说 半裙 平时 SML的顾客 没有问题 上衣 是这些 平时 SM的顾客 OK 看这啊 第60 整体穿起来的长度 是这样子 非常大气的一个长度 哈 OK 像打 COOCOLOR 不要打SIZE FREE SIZE 打半裙 是FREE SIZE COOCOLOR 就很斯文啊 对啦 整体这样 这样套穿 非常的斯文 哈 很 很凌加女孩的 的一个效果 因为ILEAN 面料的上衣 整体穿起来 它就是很斯文了 再配搭这样子的半裙 会更斯文 来 整体想要穿起来 非常 韩系日系的 你这样子一套啊 CREAM COLOR配搭 这个CAMPAN COLOR 很好看 OK 主播身上这个CREAM 比较同色系的配搭 对啦 OK 啊 这个你就不用怕会透啊 因为它面料的厚度 也在那一边 OK 左右两色有口袋 整体穿起来 下白要属于 大FLAIR的那个裁剪 当然还是说 浅色的话 就 我设计啦 安全裁剪 还是说 下半身穿裸色 很斯文 这一件 很斯文啊 半裙非常的深 面料是零弹力啊 这个的面料是没有弹力 整件裙头是 Rubber Elastic的 OK 我和这里都是穿着 同一个尺码 刚才谁带走了 这个CREAM COLOR的上衣 想要找一件下半身 来配搭 强力推荐你 带走这个 CAMPAN COLOR 来配搭 这一件上衣 一定是搭得到的 OK 转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的 有微微的木耳鞭子 它是另外车上去的 不是 OK 它另外车多一层 这个木耳鞭子 就对了 OK 我和这里穿同嘛 OK 来我去换这个咖啡色 三个深色 我身上的CHAMPAN 是这四个色里面 唯一一个比较浅的颜色 OK 我身上这个CHAMPAN 是唯一一个比较浅的 其他三个色是比较深 对 那么四个色里面 你说你要 最最最最最 最鲜瘦的颜色啊 会是我身上的 这一个黑色 四个色里面 你说你要选择一个 最白搭的 也会是我身上的 这个黑色 OK 下单CUT COLOR就好了 不要打SIZE啦 AMENDA 你的上衣白色 留了 没有实体店啊 我们都是online而已啊 没有实体店啊 我们已经十多年了 对 老字号来了 这里讲的 所以说没有实体店啊 那么下单的方式 如果你是新顾客的话 你不确定怎么下单 你提供你的三维尺寸 体重 然后你的身高啊 我们会让你知道 什么SIZE 它是最适合你哈 当你是REGURAL的话 你就应该知道是怎样下单了的 所以说 亲户客 你留了你的三维尺寸 体重 身高 我们会建议你拿哪个马 给那些油走SIZE的话 记得如果那些啊 你不确定尺寸呢 你不要只是给一个上 身高和体重啊 我们是judge不到 到底你要穿什么尺码的 最好最好 最安全起见的 就是一定要给完所有 上回家 体重再加身高 然后我身上这个Dark Coffee 一样有那个显瘦的效果 OK 我身上的是Dark Coffee 基本上我上衣都是配这个 Batch 这个cream color 都搭得到 OK 对 所以说 显色的颜色有三个 OK 主播身上是其中一个 OK 四个色啊 最深的色 当然就是助理身上的黑色 可能说你要用 little black dress的那个效果 你就整身黑 这样子来配搭 所以说可能上班 你不能穿太花料 对啦 还是说你比较想说 找一件比较容易 百搭的 OK 肯定是黑色 对啦 OK 再来 OK 整体想要穿起来 比较韩细的 你可以考虑带走 这个champagne color 配搭我这个cream color的上衣 就来一个比较同色系的配搭 OK 显瘦带复古的话 可以考虑带走这个焦糖色 看有没有brow OK 我身上这个是dark coffee 想要比较帅气 OK 比较帅气的颜色啊 带走主播身上 dark coffee 我觉得dark coffee 搭白色来的会更好看 OK dark coffee sorry 主播身上的青 你们就觉得搭白色 搭白色 这样子来配搭 OK 所以买了上衣 不懂了怎么配搭 可以考虑带走这件半裙 这样子来搭 OK 三个色NSC45 价钱只是65而已啊 价钱只是65 freeside 下单打隔 和你要的颜色就好了 我们这里都是穿着同一个词嘛 啊 阿玛斯格斯里面 最浅的颜色就是champagne 不用怕会透啊 基本上是不会 可是还是那句话呢 穿浅色 穿回裸色系就好了 OK 没有了 我就换下一个款 下一个款是上衣 可以抗外套 可以可以两穿 OK 全新的款式啊 这个厂子少有这样子的款式 OK 啊 忘记什么图